欢迎回到吉隆新闻现场 海大北宁路8月31号发生最严重的坡地滑落意外 长期对北宾滨海公路地形有研究的海大教授顾承宇 参与消防局的深耕计划 除了提供预防坡地灾害的建议 也利用软体建置一套机式坡地灾害的浅示图 作为未来的参考 透过Google Earth的软体 可以清楚看到吉隆市全景的灾害浅示图 不管是哪里可能发生坡地灾害 甚至是高危险区 用滑鼠轻轻一点通通一目了然 如果有兴趣看各个不同的区域 决定来说我们知道和平岛 其实也有很多的落实的这个浅示 和平岛也有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可以知道坡地灾害落实 长期研究北部滨海公路地形地貌的 海洋大学副教授顾承宇 收集这几年 借用发生过的坡地天然灾害的资料 发现北宁路列为高危险的坡地灾害 主要是沙岩及叶岩相互交叠 就像千层蛋糕一样 叶岩它的材质比较软弱 沙岩的材质比较坚硬 所以在自然风化的过程中 叶岩它会风化的比较快 沙岩会风化的比较慢 所以慢慢的我们的叶岩的岩块 它这个岩层它就会比较突出 就好像一个高险在岩壁上的 一个比较突出的石头 其实久而久之它自然在风化的条件下 还有因为它是解压的 就是比较靠近山壁的这个面 它是解压 我们的解压是硬力的解除 那在解压状态下 其实比较容易发生裂缝 而要如何降低坡地灾害发生时 所造成的伤亡 顾教授认为 若即使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 可以采取交通管制或者是封路 这次8月31号 这种强降雨其实是 气象局在台风来的时候 它已经不但有在做这个气象预测 或是雨量的预报 那在这种非常强降雨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些加强宣导的措施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交管 不一定要强制路人不能通过 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强降雨来的时候 落实的风险相对就增高了 我们能够尽量避免 行经这一类的这个 非常接近山的道 或是说快速前进 不要让 不要在这边有一个停留 基隆有90%以上是山坡地 下方的建筑物又紧零山坡 坡地灾害这几年不断的发生 如何降低伤亡及损失 所以有赖市政府全力做好防护措施 专家学者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记者黄少铭采访报道 抓好防护措施 发生了宝费的大量 摩擘